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婆婆和北极熊 生活在北极圈周围的艾斯基摩人 祖祖辈辈都是以捕鱼打猎为生 今天我们的运气可真不错呀 竟然抓到了这么多鱼 是啊 这段时间我们得趁天气好 要多储备一些食物 不然一旦变天了 那可就难捕捉到食物了 没错 而且我们还得拿出一部分分哈米婆婆 哈米婆婆年纪大了 西夏又无儿无女 真是可怜了 哈米婆婆 小伙子们 你们真是捕鱼回来了吗 是啊 是啊 今天的收获很多呢 哈米婆婆 这些鱼送给你 不用了不用了 你看你们前几天给我的鱼还没吃完呢 哈米婆婆 哈米婆婆 这几天我们捕捉的鱼比较多 就是啊 好了 哈米婆婆 我们得回去了 你放心 只要有我们在 你就不会饿肚子的 真的很谢谢你们 独自生活的哈米婆婆 完全靠邻居们的施舍生活 然而几天后 这里迎来了长时间的恶劣天气 那样的气候很难捕获到食物 哈米婆婆的粮食已经快吃光了 而邻居们也很少有剩余的食物送给她 饥饿和孤独令她难以忍受 食物越来越少了 这样的天气就算是北极熊也得躲起来 小伙子们如何出去捕猎啊 哈米婆婆正准备吃饭时 突然屋外传来了一阵婴儿式的哭叫声 怎么回事 这种天气怎么会有小孩子的哭声啊 哈米婆婆好奇地走到门外 她一眼看到雪地上有一团毛茸茸的东西 那是一只看上去出生不久的小北极熊 哎呀 原来是只小北极熊啊 可怜的小家伙 你怎么自己跑到这里来了 唉 我想你的妈妈应该是出了意外吧 小北极熊无助的样子打动了哈米婆婆孤极的心 她没有去想自己是否有能力照顾这只小熊 只是把她抱进屋里拿出自己省下的食物来喂她 吃吧小家伙赶快吃吧 小北极熊闻了闻面前的食物 然后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这个小家伙看来真是饿坏了 小北极熊将食物吃得干干净净后打了个呵欠 然后来到了哈米婆婆脚边 蜷缩着睡着了 哈米婆婆看着熟睡的小北极熊 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她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似的呵护着小熊 她比以往更饿了 但她却很快乐 村民们偶尔可以捕捉到一些大动物 这时哈米婆婆和她的小北极熊便可以饱餐几天了 不过大多数时间里人人都得挨饿 即便如此 小北极熊也是长得非常快 随着身体渐渐长大 她也成为了一个精明的猎手 哎呀 哈米婆婆的熊怎么跑来了 这个家伙越来越调皮了 它跳下水 岂不是把鱼都给吓跑了吗 可不是嘛 这几天就很难抓到鱼 它这一捣乱 那就更难抓到了 你这个家伙快上来 我们抓不到鱼 你也会让哈米婆婆都得饿肚子的 话刚说完 北极熊便叼着一条鱼钻出了水面 它一甩头将鱼扔到冰面上 然后再次下潜 哎呀 这个家伙竟然在抓鱼 天哪 又一条 这家伙还真有点本事啊 要知道 北极熊不但能抓鱼 还可以捕获一些大型动物 我看它将会成为非常优秀的猎手 哈米婆婆 这些鱼你收好 太多了 太多了 我一个孤老婆子 也不能帮你们捕鱼打猎 你们不要给我这么多啊 哈米婆婆 你就收下吧 你不能捕鱼打猎 可是你养的这头北极熊会啊 没错 哈米婆婆 这些鱼都是它抓的 这真是一头了不起的熊啊 我的孩子 你真棒 哈米婆婆 下次我们出去捕鱼打猎时 还会带着它 有它在 我们捕获的猎物会更多的 好啊 不过你们可得照顾好我的孩子啊 放心吧 哈米婆婆 然而 食物充足的日子 没有持续多久了 忽然间 气候骤然变坏 遮天蔽日的暴风雪 一连几星旗 横扫整个村庄 再也捉不到一条鱼 海豹也似乎被风雪卷走 怎么样 今天有收获吗 别提了 这种天气 怎么能有收获呢 气候太恶劣了 我看这种天气 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村子里的食物已经没有了 再找不到食物 我们都得饿死 是啊 我们得赶快想想办法 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啊 这样的天气 就算是北极熊 也没办法外出捕食啊 我们已经断粮好多天了 没有食物 我们还能坚持多久呢 嗯 实在不行 我们再找找看 村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 北极熊 哈米婆婆家里 不是有一头大北极熊吗 它能够让我们吃上好几天的 对哦 我怎么把它给忘了 你说的没错 那头北极熊体型已经不小了 够我们吃几天了 不行 我们不能吃它 是啊 平时我们一起不猎 就像同伴一样 我们怎么能对它下毒手呢 不吃它 那你们还能找到别的食物吗 不吃它 我们都得饿死 为了让大家能够活下去 我们现在只有这个选择了 没错 那只熊也很久没吃到食物了 它饿齐了 搞不好会先吃掉我们 与其那样 还不如我们先吃掉它呢 不 它不会那样做的 哈米婆婆 对待它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而我们 也把它当成一起捕猎的同伴 它是不会伤害我们的 你可不要忘了 人在饥饿的时候 都会丧失人性 更何况它是一只熊呢 一旦因为饥饿 而兽性大发 它可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 你们捕猎那么多年 不会不了解野兽的习性吧 然而 当众人拿着武器 来到哈米婆婆家后 却发现 那头北极熊已经不见了 哈米婆婆 你的北极熊去哪里了呢 不知道啊 我已经有两天没有看到它了 你不会是把它给藏起来了吧 我一个孤老婆子 哪能藏一头北极熊啊 是啊 那头熊已经很大了 根本藏不住的 我认为 它一定是饿坏了 自己出去找食物了 我想也是这样的 它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都饿瘦了 看来 这只熊还是蛮有情意的 宁可在这种天气 冒险出去找食物 也不愿伤害哈米婆婆 现在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还能怎么办 没有食物 我们全村的人 只有死路一条了 走吧 我们回去吧 风雪越划越大 饥饿的村子正陷入绝望 村民们慢慢地往家走 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 什么声音 是北极熊 是哈米婆婆家的北极熊 太好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然而那头熊却站立了起来 然后又朝着众人叫了一声 他这是在做什么 不会是恶奇了 想要攻击我们吧 不对 他只是要我们跟他走 没错 之前我们一起出去捕猎时 如果他发现了猎物 就会有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 莫非 他真的找到猎物了 走 我们赶快跟着他去看看 他不会是想迎我们过去 然后进行袭击吧 你想的太多了 他可没有你这么重的心机 说完阿红也快速地朝北极熊那里走去 北极熊见大家跟了上来 便转身带着他们朝远处走去 走 我们也跟去看看 这头北极熊领着村民爬过冰山 避开又深又宽的冰缝走了许久 他究竟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是啊 这片地区很危险 到处都是冰缝 一旦掉下去可就彻底完蛋了 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来过这里 不过看这头北极熊 倒是对这片区域很熟悉啊 他一定是来这里探过路了 所以才会带我们绕过那一处处的冰缝 说话间 那头北极熊停了下来 众人急忙跟了上去 只见前方不远处 隆起一个雪堆 诶 那是什么 哦 这里面有东西 说完 阿诚便急忙清理雪堆 众人也急忙过来帮忙 很快 一头巨大的熊海豹尸体 便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天哪 好大呀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海豹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海豹啊 不管怎么样 这只海豹足够我们维持一段时间了 真的要感谢北极熊带我们来这里 没错 他发现了海豹后 不但没有独自享受 而且还回来通知我们 他真是一头有情有义的熊啊 众人一起朝北极熊看去 那北极熊此时脸上也露出开心的笑容 高兴的村民带着食物和熊回到了村子 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还替我们找到了所需要的东西 这一切 多亏了他的帮忙 才能够平安度过这个难关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恩情 谢谢你 我的孩子 我也是母亲 山林里 空中不停地下着雨 兔子躲在洞穴里偶尔探头看着外面 松鼠也不时地从树洞里观察着外面的情形 大雨下了整整三天三夜 动物们都已经很久没有办法外出觅食了 尤其是刚刚生下小豹子没几天的花豹妈妈 她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 饥饿让她已经没有了足够的奶水喂养小豹子 在无计可施之下 她只能冒雨外出寻找食物 孩子 睡吧 妈妈出去找东西吃了 很快就回来的 好大的雨啊 这雨究竟要下到什么时候呢 如果再没有奶水的话 我的孩子会饿坏的 得赶快出去找点吃的才行 在大雨天里 想要寻找到食物 谈何容易 花豹妈妈只能朝山脚下 人类活动的区域走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暴雨引发了土石流 汹涌的泥浆顺着山坡涌了下来 快逃命啊 山崩 土石流来了 快跑啊 这里待不了了 你疯了吗 怎么往山上跑 我的孩子还在山上 我得去找他们啊 别傻了 山上什么都没了 都被土石流冲走了 快逃命吧 这么说 我的孩子也 孩子 我的孩子 这时候 一阵轰鸣的水声传来 一旁的河水也突然暴涨 哎呀 不好 暴涨的河水和土石流交汇后 就像一个可以吞噬一切的怪兽 一旦被他卷进去 便只有死路一条 不行 这样下去早晚会被洪水冲走的 我得找个安全的地方躲避一下才行 花宝妈妈一边跑一边私下看着 突然前方出现一个四五米高的巨石 太棒了 就去那上面躲一躲 说着 他飞快地朝巨石跑了过去 然后敏捷地顺着巨石的陡坡爬了上去 当他爬上巨石后 汹涌的洪水便冲了过来 哎呀 好湍急的水流 太可怕了 刚刚真是好险 还好跑得快 也都快有这块巨石 否则后果不开设想 洪水不停地涨着 很快 巨石高处比水面只有一米多 而且水势丝毫没有减弱 仍在上涨 一些树木让过巨石被洪水冲走 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天哪 这洪水涨得实在太快了 如果淹没了这块巨石 又怎么办呢 雨儿 快点停吧 再不停的话 这个避难所也会被淹没了 过了一会 雨开始越来越小 渐渐地停了下来 花豹才松了一口气 终于不下了 即便不下雨了 可这水药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完全退掉啊 退不下去的话 我即便淹不死 也会被饿死 羊 是羊的叫声 说着她寻声望去 只见远处飘来一大块木板 木板上一只母羊 正跪在上面 无助地叫着 花豹妈妈看到 顺着洪水 越飘越近的母羊 可怜的羊 这么急的水流 很容易将木板掀翻的 到那时候 它也只有死无一条了 嗯 它想干什么 让花豹妈妈没想到的是 当木板被洪水冲得靠近巨石时 那只羊竟然飞身一跃 也跳到了巨石上面 哎呀 好大胆的羊 竟然敢跳到我的地盘上 我肚子正好饿着呢 不 不要过来 我 我可不是好惹的 哦 原来如此啊 它这是快要当妈妈了 哦 这只豹子竟然没有吃我 它一定是还不饿 等它饿的时候 就会扑过来吃掉我的 不行 我得赶快离开这里才行 可是洪水这么大 我该往哪里逃啊 别浪费体力了 你没有路可以走了 赶快趴在那里保持铁力吧 谁知道这洪水什么时候才能退下去 你放心 我不会吃你的 啊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我说话算话 不骗你的 说完 它又继续趴在那里 像是要睡觉似的 母羊看到它这个样子 于是也小心翼翼地趴了下来休息着 水怎么还在涨啊 这块石头不会也会被淹没吧 正如那只母羊所担心的那样 洪水涨得虽然并不快 但石面却渐渐地开始被淹没 怎么会这样 水不会真的会将这里淹没吧 怎么办 水涨上来了 涨上来了 你说我们会被洪水冲走吗 你安静一点 不要吵 否则我先要断你的脖子 啊 洪水不会真的将这里吞噬吧 就在这个时候 浑浊的洪水裹挟一棵大树涌了过来 那大树被逐渐冲到巨石旁 那树冠就像巨大的扫把 过不了多久 花豹和母羊就会像垃圾似的被树冠扫到水中 花豹看着被巨石挡住的大树 它急忙顶住树干 糟糕好重啊 不好 这时候 一旁的母羊也低头用自己的羊角抵住了大树 虽然力量不大 但却让花豹有时间站立起来 快来帮忙 我快坚持不住了 嗯 我们要让这棵树从一旁绕开 要不然我们都得会被它带进水里 嗯 那我该怎么做呢 来 我们一起在树干的这个地方用力 只要它能惊险一点的话 就能绕开我们了 好的 我准备好了 听我的口令 一 二 三 用力 它开始动了 太好了 再加把劲 说着 它用整个身躯推着大树 母羊也吃力地顶开树干 终于 在它们的努力下 那棵大树绕过巨石让洪水冲走 花豹和母羊 筋疲力尽地一下子摊坐了下来 终于摆脱险境了 树虽然被推开了 可是谁能保证 水不会再继续上涨啊 你没发现这段时间 水一直没有上涨吗 这是洪水要退却的先兆 是吗 那样的话真是太好了 孩子 你一定要坚持住 等洪水退了 你再出来啊 一旁的花豹听后 看了看母羊 然后朝山林那里看去 山林由于土石流 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他眼角忍不住流出了泪水 花豹急忙将视线 转移到母羊身上 结果发现 困乏不已的他 正在自己身边睡着了 据实上 花豹也顺势趴了下来 而母羊则蜷缩在他的身边 睡得那么安详田净 这一幕只有童话故事里 才会出现 好饿啊 你 你不会 想要吃掉我吧 你看上去 的确很美味 不要害怕 我并没打算吃掉你 而且你看 洪水开始退了 只要能离开这里 我还抽找不到食物吗 母羊听后 看了看身边的洪水 果然 水味比昨天降了很多 接着 他看着趴在那里 遥望着山林的花豹 你真是一个善良的豹子 我之所以不愿意 我之所以不愿吃你 是因为我也是母亲 而我那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 应该已经被土石流给燕埋了 啊 你不要太难过了 说不定你的宝贝会平安无事呢 就像我们一样 找到了一个避难所 希望如此吧 又经过了一天的时间 黄昏时分 洪水已经退去大半 去时候离开这块巨石了 我们该离开这里了 啊 水还是这么深啊 我看不如等水全部消退了 我们再离开这里吧 随便你 等水完全退了 天也就黑了 到时候你还走得了吗 可不是所有的豹子 都会放过你的 对啊 我也要走 水并不深 可以过去的 母羊也一纵深 跳进了水里 但是他一下子没站稳 哎呦一声 跌倒在水里 救命啊 救命啊 妖精跟着我吧 母羊急忙张嘴 咬住花豹的尾巴 然后跟着他 朝河岸的山林走去 就这样 他们终于顺利脱离了险境 我该走了 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找我的孩子 或许正如你所说 他还活着呢 再见 希望他能找到自己的孩子 一只花豹和一只羊 能够和平地在那块巨石上 共度那么久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或许真的是因为 他们都是母亲 一位是失去孩子的母亲 一位是 即将拥有孩子的母亲 那 顾持台湾燃灯功德会 邮政华波 顾名社团法人 台湾燃灯功德会 华波帐号 5032-3858 5032-3858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005帐号 012-001-202-608 012-001-202-608 有关弘扬仰佛教教义 及活动相关之 供养僧众 供灾 点灯 慈悲诗时 要共焉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救护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说,这些都是我覺得, 接着基本上, 很不认识是对比较易, 如说, 我认识补书是 我认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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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医的。 当有这个一段时间, 我觉得, 我们要求一个人的 她说一个人自己来问, 这就是, 这样是。 就在他的手上 他在吻英文向左手下 他就不在奢供心上 你很容易再去 他就越来越多了 他就不去 他就越来越多了 这就是一icide击小草的 不 不 不 up up 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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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